足球巨星 苏亚雷斯的奢华生活与财富揭秘 奢侈品方面 给你说一下 苏亚雷斯是个多么会享受生活的球员 在塑造他独特的形象时 他钟爱于投资优质手表 曾经有人见他佩戴一枚宝破 经典融合金表 这款设计考究的美表价格 大概在2.1万美元左右 再比如 他也带过一只IWC大飞行员 自动不锈钢手表 这个版本的手表价格就更贵了 大约得有2.8万美元 不过 如果说到与朋友 家人享受假期 人们就看见他做过一艘 叫做inspiration的豪华游艇 这款由B90 Fast 125型打造的游艇有4层 长超过125英尺 呈现出现代化和精美的建筑风格 里面相当舒适优雅 一共有5个厢房 最多能住下10名客人 所有来宾都能享受到极致的体验 在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在露天休息区 找到现代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沙发 如果你不想跳进大海游泳降温 那船上还有一个游泳池 甚至在顶层也藏着一个热水浴缸 毫无疑问 这款游艇完全能满足这些球星的需求 它的标价大约在2000万美元左右 但是因为它们可能是租的这艘游艇 价格大约每周20万美元 家庭生活方面 作为一位广为人知 且争议纷纷的足球运动员 许多人都对苏亚雷斯的私人生活充满好奇 显然 她早已与妻子索菲巴尔比结婚20年之久 她的妻子是一位不俗气质的女性 几乎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光景中 都一直相伴左右 她们有三个子女 苏亚雷斯乐此不疲地向大众展现 她对孩子们的热爱与关心 苏亚雷斯似乎与妻子的生活十分和谐 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们的合照 并发表热烈的爱情宣言 从她的Instagram照片里能看出 她们的婚姻似乎顺风顺水 以至于在2019年 她们决议举办一场庆典 重拾她们的婚礼誓言 在这场特殊的盛宴中 新娘身着有瞩目的 加泰罗尼亚品牌Lancres打造的 带着三地花朵的波西米亚风格婚纱 这款婚纱可价值不菲 庆祝活动在乌拉圭的Punta del Este举行 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声名赫赫的球员 如朱尼奥尔 塞尔吉奥吉他的挚友梅西等 总的来看 这个活动迎来了约160位宾客 以表达苏亚雷斯充满深情的感情关系 由此看来 苏亚雷斯无疑是一个顾驾之人 他的个人生活似乎极其幸福且稳定 收入来源 除了在足球领域赚足高薪之外 苏亚雷斯的收入来源也非常多元化 身为全球顶尖球队的一员 他早已是世界级的名人 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高达4000万 以此显著的影响力 他自然会为各大品牌代言 以此取得丰厚的收入 他曾为众多品牌代言 包括三星 百事可乐 加德勒 百威 索尼等 然而 在他职业生涯中 苏亚雷斯起初是体育用品公司 阿迪达斯的赞助商 但自2018年起 他改投标马的赞助阵营 有消息称 他与标马签订的合约为每年200万美元 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吧 在他的Instagram账号上 他提到了Sorres Complex 这个足球学校 这是一个为孩子们和年轻人打造的足球基地 这个位于球员体育中心的基地设施 堪称豪华 占地22000多平方英尺 这个业务发展得很好 在他们的官方页面上 已经有数万粉丝了 另外 他的妻子索菲亚巴尔比 也通过社交媒体赚到了不少钱 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他的Instagram上人气旺盛 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广告宣传 综上所述 苏亚雷斯的薪水 绝对不会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资产净值 由于被评为全球最佳前锋之一 毫无疑问 苏亚雷斯在他辉煌的足球生涯中 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净资产 在马德里竞技队期间 据消息人士透露 他每年的收入大约是700万美元 尽管这是一笔惊人的薪水 但仍不及他的生涯高峰期 在巴塞罗那的日子才是苏亚雷斯 真正职业高峰时候 这是有原因的 那时他被视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球员之一 巴塞罗那队甚至花了近1亿美元 抢来了他 为了让你更直观地了解他的收入 有些消息人士估计他的工资 超过1700万美元 这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苏亚雷斯在格雷米奥俱乐部的合同 是年薪300万欧元 但为了能与梅西再次成为队友 他依然放弃了最后一年的合同 选择降薪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 他现在的薪水大约是年薪160万美元 以上种种反馈 无疑体现出苏亚雷斯 在场上无可挑剔的足球才华 这就是他为何被公认为乌拉圭 最杰出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虽然关于苏亚雷斯的财富 具体有多少无人知晓 但有些消息人士估测 把他在足球领域赚到的所有资金折算 他的净资产可能在7000万美元附近 甚至可能更高